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今日是中国事件10月8日 在今日早前有江苏当地网友提供资讯显示 10月7日在江苏常州一国道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摩托车交通事故 提供的现场画面显示 一位仪式女子的人士躺在地上 没有了声明特征 在其附近则是蛮似摩托车机动车的对片 另外他还提到 涉事人士是中国当地的一位黑丝机车网红 在抖音平台的名称为小鱼爱吃鱼 并听过了相关图片显示 一位女子展示各色摩托车机动车的视频片段图片 至于涉事原因 他提到可能是女网红异形压线 骑着借来的宝马摩托车 抖车的时候出事了 虽然戴着头盔 但头盔很劣质 但人已经没有了 针对此事 中国当地多家自媒体提到 10月8日没想到国庆上假期刚过 网红圈又传来12号 网传网红骑手小鱼爱吃鱼因车祸身亡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该网红23岁 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让不少网友虚惜不已 从该网红视频不难看出 骑非常热爱机车 经常散一些自己家弯的视频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和关注 没想到一次失误 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 23岁这个花一样的年纪 用网友的话来讲 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 根据网友的爆料 该网红的初试 时期的坐驾室 借来的朋友的 还有一位龙六的骑手受伤 身体情况暂时不明朗 关于事情的经过 还是等官方调查吧 另外在今日 江苏官方媒体 费典在法文提到 10月7日 网红江苏长州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以骑手骑摩托车 以另一摩托车 弯道一面相撞 现场视频显示 以骑车 以骑手疑事身亡 另一名男骑手被送往医院治疗 某社交平台上 以骑手申前骑行视频曝光 有网友称 其骑车夜线驾驶习惯 十分危险 即了解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也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工作人员 未能查询到 当局相关机构任何官方资讯 他们视频由冗望 很识 terus 欢迎订阅 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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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航